我有一个病人叫Steve 57岁 是一个中学的数学老师 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病 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也不愿意去看医生 但是他的太太硬是把他赶出了卧室 威胁说如果他不去看医生的话 就要跟他离婚 那么Steve得的是个什么病呢 什么人容易得这个病 他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又是怎么样帮到他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他 我是杨医师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看上去眼睛都是闭着的 但是在闭着的眼睛底下 却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 一个是眼球快速地在转动 一个眼球是不动的 所以前面这种睡眠 我们就叫做快速眼动睡眠 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是在人从入睡到浅睡眠 再到深睡眠之后出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睡眠状态 这个睡眠状态大概占了我们四分之一的睡觉的时间 在这个快速眼动睡眠的时候 人的呼吸心率和血压和人在清醒的时候差不多 思维活跃 做梦平凡 这个梦也很生动 如果这个时候你醒过来的话 你会把梦记得清清楚楚 同时呢也会感到更有活力啊 感到休息的很充分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你的肌肉呢 它是麻痹的 这很重要哦 不然你在做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动作啊 就变成了一种行为 但是呢我们的Steve呢 恰恰就在这儿出了问题啊 他的肌肉没有麻痹 在做梦的时候啊 这个Steve要不全拿脚踢啊 要不有说有笑 要不叫喊骂人 要不乱摔东西啊 老婆身上经常一块清一块紫的 所以呢他不得不把他赶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觉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病呢 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我们就给他写个名字 叫做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等于什么也没说 那么Steve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的记忆力下降的很厉害 他常常到了一个房间 不知道干什么 甚至不能回顾他一天都发生过什么事情 经常感到疲劳 容易发脾气 双手啊 还有那种细微的震颤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在快速眼动睡眠的时候啊 大脑是在巩固和处理新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会保留在我们长期的记忆当中 这个快速眼动睡眠呢 还能够保证我们白天的精神更集中 情绪更平稳 如果缺少这个快速眼动睡眠呢 人的免疫系统还会减弱 人对疼痛更加敏感 身体的细胞和组织再生都受影响 所以这个快速眼动睡眠呢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这种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呢 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病人 当然现在也有不少50岁以下的女性有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个病呢 实际上属于神经退化疾病的一个过程 他们经常会发展成巴金森综合症 多发现硬化 中风 或者痴呆 年轻的人呢 还有儿童呢 也可能有类似的症状 但是呢 一定要排除其他的疾病啊 像嗜睡症 使用了抗抑郁的药物 喝酒啊 吸烟啊 头部外伤啊 接触杀虫剂啊 甚至脑肿瘤 如果你没有这些情况 这个病还有痣吗 现在医学呢 是没有办法的 病人呢 如果使用褪黑素的话 缓解症状 但是他不能治疗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病人呢 在我们诊所治疗一个多月以后呢 这些症状基本都消失了 那么我们用的是什么疗法呢 没错 是针灸 传统中医认为啊 肝血虚或者肝阴虚呢 都会造成睡眠障碍 而且呢 会生风啊 这个风的能量特点呢 就是扇形素变 如果过度的风的能量 在体内产生的话 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运动障碍 像不安腿综合症啊 正颤马匹 舞蹈病 甚至颠间病 我们按照中医的原理啊 对Steve进行的针灸和中药的调理呢 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变化呢 也客观的反映在他的定量老电图上 大家看到啊 这个定量老电图前后 他的老电波的改善啊 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这里啊 用红色来反映老电波的过渡活动 正常老电图呢 是无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治疗后啊 大量的红色的区域呢 消失了 Steve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在睡眠障碍上 您有什么样的体验 请在留言区啊 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 请点赞 转发和订阅 端倪世界 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